農曆7月15是一年一度的中元節 警察機關其實也不免俗要準備一些貢品來祭拜好兄弟們 台中大甲分局局長就率領幹部跟同仁在這個分局前面舉行這個簡單慎重的普渡儀式 來進行這個中元普渡的祭拜 那比較特別的是桌上的貢品是有別於一般人 是出現了這個花生醬 跨破季跟這個炸醬麵 那來當作貢品祭拜 原來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取這個諧音 包括說這個發生醬 希望說這個治安以及這個車禍能夠來下降 那另外這個破補子也是取這個諧音破不止 那如果發生事情希望能夠順利破案 那最後這個炸醬麵則是希望說能夠阻炸成功 讓我來聽一下警方怎麼說 有破不止 發生醬 還有炸醬麵 那取其諧音 最最最最主要是希望各類型案能夠發生數降 案件能夠 進速偵破 其實大甲分局裡面 俠區就有這個鎮藍宮可以說是香火鼎盛 那其實民眾對於這個信仰是非常的虔誠 那另外也有一說是說公司航號跟機關團體 都算是非常重視的 那最特別的就是除了這個泡麵 乾糧或是汽水之外 是特別準備這個花生醬 破不止跟炸醬麵這些當作共品來祭拜 那取這個諧音呢 也讓民眾聽了可以說是玩耳一笑 但是最重要的呢 還是希望說這個治安要平穩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